Rossi 首架运能 MPV 七人車贏得起 七人車的車輪不一定是悶的 就像這架剛到港的Rossi 賣一隻型仔七人 MPV 她跟現在熱賣的豐田Noah是姊妹裝 不過Rossi 沒行貨品 這架水貨的車輪比較有活力 就像跟鬼面罩一致排開的巨型頭燈 輪廓豐富的蓮霧燈車頭崩飽 車側一大辣的黑邊窗框都很有吸引力 內籠設計都不錯 多功能軚滑、雙電托門 恆溫冷氣有齊 最特別是有無線充電阻 可以隔空幫手機或外置電池充電 不過只有少數裝置可以支援這項功能 由於新車剛剛來到 未裝多媒體屏幕 所以中控台就有個大洞 不過車行很快就會加裝導航 後拍鏡頭和DVD系統的螢幕 說到Rossi 最大賣點 當然是走到Hybrid化的身份 來自Piers 1.8L 運能引擎 馬力雖然只有99匹 但試車那天一行三人 跑市區或上山都很輕鬆 而且車廂寧靜又省油 官方數字是每列23.8公里 即是每公里大約4公里 七人車來說算是不錯的了